哈喽大家好,我是樱桃杨子 今天这个视频的话题有点沉重 我之前在知乎回答过一个关于二战女兵的问题 那得到了一万多个赞同 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话想说 所以就想那干脆来拍一个视频好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因为各国战况十分惨烈 许多女孩也都投入了战争 在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各国纷纷摒弃原先的文化背景 或者原则问题 就连认为男人不该由女人来保护的德军 也在1935年5月颁布的 《德国国防法》第二款里写下的 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 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 直白的说就是女性可以参战了 当时英军有22万5千名女兵 美军有45到50万名女兵 德军有50万名女兵 而苏联参战的女性 有一说是80万名 还有一说是高达了100万人 她们是主击手 炮兵 坦克兵 通信兵 机枪兵 飞行员 游击队员等等 当然也是医生和护士 还有像60岁才参战的法国女兵 玛丽·路易斯 她负责的是营救盟军飞行员 像翔岛一样带领她们跑到中立国西班牙 即使是相对轻松的美国女兵 也有许多的女飞行员 是负责把美国支援苏联的飞机开往苏联 在各国的女兵中 可能是因为苏联女性长得较为人高马大 也可能是因为苏联的伤亡惨重 二战中死于战争的7000万人里 苏联就占了2660万人 所以和其他国家的女兵不同 苏联女兵有很多是真的要上战场冲锋陷阵的 也因此整个苏联卫国战争中 总共有15名女兵得到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包括了大家较为熟悉的 击毙了309名德军的主击手刘德米拉 女兵们参战时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吗 苏联女兵安娜回忆说 她上前线的那一天 拿到了一盒美味的曲奇饼 还有一件漂亮的毛衣 她高兴地跳起舞来 然后坐上了列车 放眼望去的时候 她却差点尖叫出来 一列一列的车厢里头 清一色全是女孩 刹那间她突然明白了 我们国家的男人不够用了 所以才需要他们这些女孩去顶替他们 在谢夫斯克城时 德国人每天都会发动7-8次攻击 有一天我向着最后一名伤患爬过去 发现她的一条胳膊被打烂了 必须马上截至包扎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但我挂在腰上的急救包里的机械早就掉光了 最后我硬是用牙齿把她的断臂啃了下来 伤患还一边催促着我 护士你快一点 我还要去打仗呢 用牙齿把士兵的断臂啃了下来 我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但是战争就是有这种神奇的魔力 中欲抗战期间 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镇所带领的研究单位 制造出了第一枚地雷和第一颗手榴弹 但熊大镇却在事后被人陷害是特务 然后给处死 然而熊大镇知道子弹对抗战的重要性 所以要求省下子弹来抗日 结果这个年仅26岁的爱国年轻人 就这么被乱石给活活砸死 战争激发了人类的兽性 也激发了人类的潜能 因为物资齐缺 苏联军方有规定 被伤患的同时还要带回伤患的武器 看到伤兵被背回营地时 第一句话要问的是武器还在不在 因此经常发生 女兵们从炮火中背着 比自己体重还重两三倍的男人回来 还得拖回他们的武器 他们的军大衣还有皮靴等等 扛在身上至少是80公斤以上 然后放下一个再转头回去背第二个 每次一轮的攻防站下来 需要来回个五六趟 很多女兵事后回头看 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看了很多二战女兵相关资料 有一个苏联女兵的字数 可以说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但让我印象很深刻 她说呢在克斥海峡的某个夜晚 然后他们的船只遭到了攻击 然后船头就立刻燃起了大火 他们知道附近就是陆地 所以呢水兵们就纷纷跳入海中 想游到陆地嘛 那这个女兵的水性挺好的 所以她就想说那我至少要救一名伤患 于是她就抓住了其中一个 就和她一样衣服都被炸没了的士兵 然后她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硬是拖着她 把她拖到岸上 但是就在拖到岸上的这一刻 那个炮火的那个光啊 划破了天际 她就从那个光看到 她才发现她费了那么大劲 拖回来的伤患 居然不是士兵 而是一条和人一样高大的鱼 她当场就气哭了 其实是坐电话接线生的女兵 也经常是平临崩溃 因为她们记得最清楚的话就是 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 援兵我要援兵 每天都是这样 我在看这些资料时 我就在想 如果人类好了伤疤忘了疼 又想打仗的话 我能做些什么才有机会活下去 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折磨 能少一点 然后我就想 也许洗衣服的工作会相对好一点 整个战争期间 我一直在帮士兵和医护人员洗衣服 全是用手洗 医护人员的白袍送来都是红色的 军装很多是没了袖子 没了裤管 或是胸口上全是窟窿眼 我们真的是边洗边掉泪 分不清楚是用水 还是用泪水在洗 即使是在战地音乐工作的护士 在陷入敌军重重包围后 有的为了冒死保护伤患 也得带着枪爬到中间地带去作战 女兵在作战期间 虽然英勇不输男性 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苏联女兵塔玛拉在枪杆上扎了一束紫罗兰 遭到营长训斥 你是军人不是柴花女 还有的女兵会在夜晚时 偷偷地请理发员 用松枝或者雪山求果 替自己卷头发 有一次苏军的侦察员 抓到了一名德国军官 对方说有件事让我非常纳闷 她的阵营里每天都有十来个士兵被射杀 而且都是打在脑门上同个位置 她很想知道苏联这个神枪手到底是谁 苏军的团长就告诉她 是一个叫萨萨的女足迹手 但是她已经阵亡了 萨萨阵亡的原因是 她很喜欢红色的围巾 某次出任务时她也戴上了 结果因为红色的围巾太过显眼 暴露了她的伪装 苏联士兵实在穷困 资源少得让人心酸 二战期间 苏联和中国因为资源缺乏 所以仗打得特别辛苦 而奔赴前线作战的苏联女兵 又比其他国家还要多 因此也留下了不同角度的叙述 苏联卫国战争经常可见 送到后方的伤患放声大哭 并不是因为伤痛 而是因为不甘心而哭 他们很多是第一天打仗 才刚到前线 却连一枪都没有开过 因为根本就没有枪支发给他们 史大林格勒苏死战时 卡车拉来的真援部队里 很多都是老人和小男孩 一个人就发两枚手榴弹 就让他们直接投入战斗 一场仗打下来 没有一个人需要包扎抢救 因为全死光了 鲜血把土地都染红了 有一个苏联女兵 在滑雪营地里搭的医疗所 看到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生 其中一个伤重的士兵一直在哭 那个小男生其实和她是同年级 但是她看着很难过 就主动过去哄她 然后她就说 乖孩子乖孩子 结果那个小男生突然间吼她说 你去战场看一看 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 虽然要打仗 但实物却其缺 苏联士兵经常在集合列队点名 硬身站出来时 就和步枪一起倒在了地上 因为恶道都站都站不住了 大概是因为这样 有一次女兵有参与的反攻 他们第一次夺取了德国人的战壕 当他们跳进战壕一看 当场目瞪口呆 德国士兵的战壕里 居然有装着热咖啡的暖水瓶 还有饼干 此外还有白色床单和毛巾 甚至还有卫生纸 而苏联士兵却是睡在稻草上 睡在树枝上 结果一个士兵突然间开墙打穿了暖水瓶 空气顿时弥漫着咖啡香 即使活下来了 那难以抹灭的伤痛画面 也一辈子跟着他们 早上敌军烧毁了我们的村子 很多人逃进森林里 每到晚上 我的邻居就会揍他女儿 因为他有五个孩子 四男一女 每一个都哭着向妈妈讨吃的 有一天 我听到小女儿哭着求他妈妈 求求你不要把我淹死 我再也不会吵着要东西吃了妈妈 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也没有人见到那个小女孩了 游击队里 很多女兵更是带着孩子一起参战 带着孩子参战的女兵们 更是展现了为母则墙的毅力 即使敌人开枪 她们也不握倒 因为她们害怕已经没有力气的自己 要是趴下去后 恐怕就再也趴不起来了 有些女兵还会用孩子做掩护 有些受伤的士兵躲在森林里 一个个都命在旦夕 急需要药品 女兵们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婴儿 去执行任务 她们会将药品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 再用婴儿不经紧紧地把孩子包住 然后用盐巴把宝宝的皮肤搓揉到发红 让宝宝疼得哇哇大哭 这样就可以对看守的邵兵说 孩子正在出皮疹 可能是伤寒 邵兵一听就会赶紧放心 还会催促这些妈妈们赶快走赶快走 妈妈当然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心爱的孩子 因为他们每隔几天就要弄疼他们一次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带着孩子被抓 但他们宁可自己使劲 把婴儿往地上摔死 也不肯让德国士兵打死 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碎的画面 但是战争的残酷 似乎没有底线 在你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候 仍然能火上浇油 史大林227号命令 不得有任何一步撤退 只要后退就会开枪 就地枪决或者交法庭审判 因为这项命令 输军打仗时 前方是德军 后方就是督战队 一旦被俘虏了 只能自行了断 否则就是叛国 有人打仗打到子弹都没了 既不能反击 也无法自杀 只好用石头砸烂自己的脑袋 我们全体人员集合 看着一个年轻的士兵跪在地上 准备接受处罚 他一直在囚牢 说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了 但是就在哭声中 子弹无情地打在了他的额头上 史大林这个命令 让我一夜之间长大了 有的人说 史大林227号命令只是谣传 也有的人说 是这项命令扭转了苏联的情绪 然而即使是在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时 士兵们也被教导 谁第一个开枪 谁就能活下来 没有一个人是可怜的 就算疾病婴儿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战争 然而一直想着要报复的女兵 也在终于赢得胜利时 心软了 根据苏联女兵的回忆 她们在终于打到德国境内时 她记得有一群被俘虏的德国兵队 刚好经过她们的部队 然后她看到这些德国士兵 动得瑟瑟发抖 那这个队伍中有一个小男孩 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 她当时正推着一辆放着面包的独轮车 准备要去食堂 然后那个小男孩的眼睛就一直死死盯着车子上的面包 最后那个女兵拿了一块面包给这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拿着面包在手里 一副不敢自信的样子看着她 还有一个苏联女侦察兵回忆 她说她到了柏林后 有一天走在大街上 忽然迎面跳出来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德国小男孩 当时她的手上也有枪 随时可以开枪把她击毙 但是那个小男孩却看着她 突然间哭了出来 不敢相信的是 她竟然也哭了 然后她赶紧把这个小男孩推到旁边 示意她赶快躲起来 战后女兵们的下场 德国女兵有近一半的伤亡来自于德国的敌对国 她们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这些德国女兵身上 根据记载 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短短的11天的时间里 就有11万的纳粹女兵残遭侮辱和杀害 而被德军捕获的苏联女兵的下场 也没有好到哪去 当时德军会用拿一个红辣椒 用手揉烂 再塞入苏联女兵的下体 这种变态的方式 折磨女兵自死 有一次一个德军兵团 抓捕了苏联游击队女兵 佐亚 他们就对她施以令人法治的折磨 包括轮肩 割乳房等等 最后当然是折磨自死 苏联游手转攻后 这个德国军团共5万人 被苏联团团包围 高举白旗投降 但是史达林做出了批试 不准投降 全部歼灭 日本女兵并未真正的上战场作战 她们主要负责的是通讯护士 以及卫安的工作 所以有一部分女兵呢 在战后也延续了卫安这个角色 不过服务的对象 变成了驻扎日本的美军 但是她们呢 有吃有助 还享有津贴 和其他国家的女兵相比 只能说际遇相对好一些 虽然1929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 已经有关于对待战俘的规定 但真正遵守的有多少国家呢 战后很多人受到了PTSD的折磨 有的医生终生再也不能见到血 和任何红色的东西 穿红色的衣服在身上 还会长水泡 有的人是看到飞机就害怕 不敢搭飞机 更不敢去飞机场 更多的人在打仗时撑了下来 却在战争一结束后就发疯了 有一个姓纯的主机首女兵 贝拉回一岛 她说战后有一天 她坐在电车上 电车突然停了 然后她听到有些人在哭叫着 好像是有人被撞死了 大家都很慌乱 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还坐在电车上 没有任何反应 她不懂这有什么好哭叫的 她是在好多好多年以后 才慢慢恢复感觉的 也有人算是含笑而终了吧 这一段女兵字述让人十分动容 就在我们踏上德国领土的第一天 有一名大卫死掉了 我们知道在德军占领期间 他的家人全死了 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到来 他一直想着要亲自踩上敌人的土地 亲眼看到敌人的痛苦 然而他却这样没伤没病的 突然死掉了 也许是他的心愿已了 直到现在我都会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会突然死掉了呢 也许真正让人恐惧 伤心失望愤怒的遭遇不是打仗 而是战后的清算 1945年5月德军投降 幸存的苏联士兵们返家后 等待着他们的却不是和平 他们被政府调查 为何会被德军俘虏 最后很多人不是被关入了老改营 就是被自己人枪毙 因为斯大林曾说过 军人不能被俘虏 谁被俘虏 谁就是叛徒 而被牵连拖累的所谓的叛徒的家眷 更是不计其数 有苏联士兵在打仗时得到了光荣勋章 但是在战后却被关了十年的老改营 只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事 说他很难为他们的顺利感到骄傲 因为全国的土地布满了俄罗斯人的尸体 他立刻就被逮捕了 就像文革时那些被批斗清算的 为安妇和士兵 他们被各种名为审查 实为羞辱 甚或是满足卑劣私欲的质问 气到浑身发抖 他们在日本人的残暴肆虐下活了下来 却在自己人的手里活活给逼死了 被日本人欺负 有些人还可以拼了一口气 为了看日本人得到报应 但被自己信奉的人事物欺负 除了错愕 惊恶 愤怒外 那一口气是再也提不上来 最终含恨而死的人有多少 也许真正让人恐惧 伤心 失望 愤怒的是 战争并未带给我们任何的教训和反思 时至今日 各国人摩拳掐掌的想重启战事 而网上的好战之徒及其好战的理由 更令人心寒 打仗的时候 士兵真的有选择不打的权利吗 而因着打仗所出现的仇恨与虐杀 他们真的很爽吗 而归根结底 这又是谁的责任 德军残忍屠杀苏军和百姓 苏军们有机会 又何尝不是予以痛击 苏军也有人活活支解德军的俘虏 他们攻入德国居民区后 十个人人见一个女孩的事 也时常发生 有些老兵们回想起来 也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做出那样的事 在战争底下 很多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 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永远不让战争有机会开始 一个曾经同时救了德国和本国伤兵的护士 告诉记者 我告诉你 人不可能同时有爱恨两颗不同的心 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 我永远都在想要如何保护我的这颗心 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是 他们善于创造出庄严的名字 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存在 而且不仅是无知 更是无耻 反战真的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吗 世界会进步 人类会进化 当我们进化到一定的高度时 思想就会提升 以前的价值观会被抹去 相信我们会从物欲横流的社会 渐渐过渡到追求更高心灵的层次 把战争这个废物远远抛在脑后 也许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但我仍满心期盼着那天的到来 愿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再被洗脑 没有加害者就不会有被害者 战争只会带给人类痛苦 并最终导致灭亡 我是樱桃杨子 希望本期的视频可以带给大家一点体悟 我们下回见